新加坡新安天后宫是莆田人的宫庙 是由早年来新加坡谋生的莆田人所创办的 这么多年来 在老一辈乡亲们的努力与善男性女们的拥护下 使得新安天后宫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 更希望有更多的善男性女参与其中 让天后宫的香火旺盛 让妈祖精神发扬光大 有妈祖信仰就有妈祖精神 妈祖精神既是妈祖信仰的出发点 也是妈祖信仰的皈依 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 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中 越来越得到广泛肯定和高度重视 2004年国家批准成立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2006年 梅州岛妈祖祖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梅州妈祖祭典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 妈祖文化被写进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 会议经审议表决 决定将中国政府提名的妈祖信俗 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在妈祖文化建设的这一系列进展中 妈祖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和善良的本质特征 因其巨大的亲和力 感染力和号召力 成为妈祖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和主要动力 1920年 妈祖由莆田天后宫总宫 请来新加坡已是99年了 明年正是100周年 为了庆祝百年庆典 特别再肃一尊妈祖精神 明年要开光与报郡 以及隆重庆祝妈祖100周年活动 敬请各位天后宫会员 善男性女 热心群众 为这个百年一遇的大好时机出奋力 让妈祖永远保佑大家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家庭幸福 和家平安 我们要为弘扬妈祖精神出奋力 让我们共同传承发扬 力得 行善 大爱的妈祖精神 让妈祖精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在海外更加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